大家好, 又是我, 2月15日, 因為空閒 今天是2020年2月15日, 昨天是情人節, 大家應該吃飯很方便 應該包廳, 隨時隨地, 花都不用買, 因為大家都聞不到, 戴著口罩大家不用聞 2月15日, 今天我們講的是郵輪, 因為郵輪其實有郵輪的保險, 大家不用買 暫時來說, 大部份的郵輪公司, 都不會接載在香港出發, 或者是香港人拿大陸護照等等 這些都是14日內, 你在這些地方經過過, 不用上船 今天講三件事, 第一就是郵輪的旅遊保險, 第二就是好消息 三件事是好消息,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藥醫 第三件事就好了, 這次不用等有藥醫了, 因為我們今晚會世界毋日 第一件事,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說, 去年2019年, 全年有10宗郵輪上的 現在2月15日, 已經有5宗郵輪, 不過你放心, 其實郵輪隔離 健康隔離的問題, 是很普遍的, 肯定普遍過劫機 所以他們已經做到熟手了 這次論盡點, 因為2月15日已經有5宗郵輪 如果有5宗郵輪在海上, 有1萬多人都很壯觀 現在最大件事, 當然是鑽石公主號 在日本那隻 影響別人, 隨時半年後的奧運會 現在都很害怕, 日本人就亂了 截至情人節, 有218人, 日本的口水省確定已經感染了 情人節之後, 會不會多一點, 我不知道 我現在手拿著這個, 就是航運協會的名單 第二隻被隔離的船, 叫做威士特丹號 這隻威士特丹號, 原定是去橫濱的 經過台灣, 日本之後 現在被人拒絕了登岸 去了關島馬尼拉, 全部都不讓他們登岸 1455人, 還有802個水手 去了泰國等等, 到最後去了柬埔寨 第三隻是世界夢幻號 就是在啟德郵輪碼頭 如果大家有幸經過, 都會見到他們 船上超過3600個乘客要隔離 2月5日, 一路隔離到2月9日 終於有1814個人 就准許下船 1800多人來到香港 全部都經過體溫檢查等等 就沒事的 船公司說這隻船應該暫時會 停止運作, 要去洗澡 第四隻船叫做海洋聖哥號 就是在加勒比海 是屬於王家加勒比海公司 有27個乘客懷疑受感染 結果去了新澤西州, 美國 所有乘客最終都經過測試之後 沒有感染 第五隻船是新船下水 2019年的11月才下水 叫做翡翠號 他們在羅馬, 意大利的羅馬 開身 1月30日的時候 忽然間發覺有一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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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船上6千人全部都要看檢查 發覺沒事 有個協會叫做郵輪協會 他們的協會底下 全世界90個郵輪都是這個協會 他們發出了一個警示 就說逢在香港、中國、澳門 十四日之內就不能上船 這個是他們的協會對所有會員的警告 任何人如果是被確診 或者是懷疑確診的話 都會被拒絕上船 跟普通旅遊保險一樣 郵輪旅遊保險 都是要在出發前買的 記住 什麼叫出發前 就是整個旅程出發前 如果你在香港上船 麻煩你去到啟德之前 好買 就是了 入竹啟德出了入境區 又是出了警 你不要說 我現在在維都尼亞港 何先生我望船的家 我現在買保險 可不可以 對不起你出了警 維都尼亞港也是這樣說的 郵輪旅行保險 跟其他旅行保險一樣 都是包括第一件事都很重要 恐怖襲擊都包括 放心 普通的旅遊保險 其實就是有醫療費用 意外身亡是120萬保障 而郵輪旅遊保險 特別一些 有兩個計劃 一個叫亞洲 一個叫全球 全球都包括亞洲 除非你一隻船 又會由亞洲一路駛到全球 通常就是 美加那些 就會買全球的保障 亞洲保障的醫療保險 120萬 而全球保障是150萬 價錢有少少不同 因為美國那邊 都是貴一點的 保障範圍有些不同 保障額方面 其實是差不多 如果是全球保障 一般來說 那些額度 全部都會提升少少少 例如親友探望 例如我病了 我上了船 離開了船 然後進醫院 親友掛著我 上來探望我 他們都可以買飛機票 而保障 亞洲區可以賠三萬元 如果你是全球 通常都是歐洲 美國 那你六萬元 買飛機票過去看看 探望我都好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有個24小時的緊急支援 即是說 無論你身處何方 只要你打電話給IPA 我們的特約刑辦商 它都可以幫你安排最適當最緊急的治療 將你送到最附近的文明醫院 而這個是不會另外收費 行李和個人保障 一般保障是兩萬元 但是亞洲區的郵輪保障是二萬五元 全球是五萬元 五萬元好像很多 那邊零適容易不見東西 不過不是 因為坐遊船很流行 有什麼Captain's Dinn Captain's Knight 穿金大銀很厲害 大小的工具 你不要理會那些是真是假 總之我買了就心頭好 那一塊東西 通常會放在船艙駕駕駛 那一塊就有得賠 說實話 前幾年 有隻船在意大利翻側 搞得很大件事 我們有個同事在船上 他居然沒事 兩夫妻都很開心 走出來 後來船公司還主動問他 要不要賠錢 我們有這麼多錢給你 要不要 如果不肯就告我 他當然是肯定 還有其他個人現金 旅遊人物證件 的保障都有 不過記住 如果你上到船 通常很少用現金 所以這個保障額 對你來說不太重要 通常你下船 即是日後離開船 去其他地方玩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被人打荷包 小心點 有一件事就是小心點 通常郵輪那張票都不便宜 因為連同行程 連同飲飲食食 在內 取消旅程 就是一個保障範圍 上次 早幾次說過 如果閣下不幸地 惹了一隻 叫做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這樣的話 便上不了船 要取消行程 取消行程 一般的旅遊保險 上限是兩萬元 而 郵輪的旅遊保險 亞洲區是五萬元 如果你是全世界都有十萬元 買這隻便穩妥一點 又論的旅遊保險 有些特別的地方 例如岸上觀光 萬一你真是不幸運 一隻船或碼頭 當地 這麼奇特 又會暴動內亂 夾船 恐怖主義襲擊 惡劣戰器等等 這些情況 令到你失去了 上不到岸 有五千元 或者一萬元 看你買哪裏的保險 每一次有五千元一萬元 最好笑的是 如果你在岸上觀光 忽然間不知道什麼原因 令到你上不到船 這樣也有得賠 亞洲區一萬元 全球國際兩萬元 岸上觀光 目的突然發生不可預見的情況 例如 罷工工業行動 暴動內亂 劫船 恐怖主義 惡劣天氣 天災等等 這些 沒辦法解決到的問題 機械結構故障 或者碼頭火車站關閉 這些都是保障範圍之內 但記住 如果是政府政策 是屬於一般的不保事項 你知道郵輪上面很多東西都不用錢 但有一樣東西很貴的 叫打電話 郵輪上面的通訊 你沒什麼事就沒有打電話 如果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譬如真的病了 你很想打電話的話 郵輪都應該有這些通訊 不過要收錢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郵輪的緊急通訊 我們會 亞洲區會賠兩千五百元 兩千五百元 可能夠你打十個八個電話 如果因為接駁的航班 令到你上不到船 要有五萬元和十萬元的延期保障 這個叫做旅程延誤 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就叫行程阻礙保障 你的行程 譬如你坐接駁的飛機去上船 上不到 上不及不及 那怎麼辦呢 亞洲區一萬元 全球兩萬元保障 小弟都試過 坐飛機去賣亞米 好像紐約去賣亞米 不知為什麼延期了六個小時 當然上不到船 送船尾 送船尾 那隻船好像叫做 inspiration 去到最後就變成 expiration 結果就要睡了一晚在賣亞米 然後再坐飛機 鑼旋掌 轉一下鑼旋掌 去第一個port 第一個port 上船 那裏花了多少錢 我都不知道 應該都花不少錢 游輪的旅行保險 沒有全年買的 沒有全年買的 逐次買的 因為聽說 有人計算那條數 如果你全年都坐游輪的話 便便宜過老人院 香港老人院多貴 你知道的 是不是 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一個七天的旅程 一個七天的旅程 亞洲區的話 就一家大小 兩夫妻加起來 所有 十八歲以下的小孩 一家大小的話 亞洲就五百十三元 有折的 因為這是一般的保險 如果你的兒子 女兒大於十八歲 他們要自己買一個 一個人 七天的話 就二百十三元 如果你去美加 歐洲 一家人 兩夫妻加起來 所有十八歲以下的小孩 就兩千二百十元 未折的 這個 如果同行的超過十八歲 七天的話 全世界就是八百八十四元 這個你比較一下 如果比較一下 普通的旅遊保險 那 亞洲區的話 就四百三十元 一家 現在這個郵輪 就五百幾元 全球的話 去旅遊 普通旅遊保險 九百元 那郵輪就兩千多元 差不多了 第二部分 現在我們說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這個病 好像說有得醫 好像說 不知保大學 就說 現在找美國CDC 拿著陽本 製作中 那個校長 我們有個第三級的生化實驗室 很厲害的 我們很有責任感 我們會盡快研究 我想他在賣廣告 他連病毒都還沒拿到 這麼快做嗎 第二個 很有心的人 在以色列 我都不會讀 不知道是不是希華萊文 會放在這裏 這間公司 他說 他們研究過這個病毒 就跟他們研究肺爐的活底測試 裡面有一個叫做 信號泰疫苗 很接近 即是他們在賣廣告 我們那隻東西 原來好像有點小 他們CEO叫David 他說 我想一下這件事 跟我們研究的那隻好似 他說 短期內會研究成功 第三就是印度 第三就是印度 他們那個印度的研究所 很厲害 他更厲害 他說 你給我 你不用給我 你給GINO 即基因牌序的數碼 那個檔案給我 你醫給我 你醫了檔案給我 我可以在最快的速度 幫你搞定它 做到一個疫苗出來 印度人說 只需要一個數碼的基因牌序 就可以找到這個 就可以做到這個減毒活病毒疫苗出來 很快 超級快的程序 一年左右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今晚 不過我手腳慢 做得來已經是明早 如果你看到我這段影片 即是說 我還存在這個世上 因為據稱有顆隕石 哇 很大呀 成公里那麼多 就叫做 2002PZ-39 將會飛到地球那裏 哇 如果幸運的話 他真的要好幸運才行 2月15號 香港時間8點鐘 就會聚焦地球 撞到地球 那就玩完了 大家都搞定 對不對 這個 不過隕石很有趣 近呀近呀 在宇宙的限度來講 就很近 大概是地球和月球的距離 15倍左右 還有這顆隕石都幾快 他是以這個 每秒11.2公里的速度 是擦過地球的 那麼 11.2公里 即是地球發射一顆衛星上去的 第二宇宙速度 即是他65個地球距離那麼遠 你都不用知道 他會吸引到他過來 他都不知道 有地球在這裏 這個2020年的2月15號 就有一顆隕石路過 其實呢 剛剛好的7年前 2013年 就真的有一顆隕石 撞到俄羅斯 出了名的 大家都拍到 有人坐車的時候 有顆隕石飛了下來 整個數把星這樣 你說如果真的有 碎星或者隕石撞到地球 保險賠不賠呢 天災通常都不賠 不過看看那顆隕石有多大 如果起碼拉山那麼大 那麼賠的 賠 全世界賠你 如果有隕石撞到地球 那也是那句 大家都未死 只有一個人 這麼不幸運 他買一份保險 人壽保險是賠的 還有呢 如果你買的是一些 例如意外保險 這個也是意外來的 但意外保險 就講這個 叫做 最近原因 如果那個碎星 因為它是一個 不賠的事項天災 不賠的事項 天意 如果它直接撞到你 在頭殼頂爆炸 那真是不賠的 如果只是買一般保險 人壽保險 一般保險的話 是不賠的 如果那顆隕石撞到海裡 引致海嘯 蓋到你的房子裡 都是不賠的 因為這個是最近因 但是你說 如果那個碎星路過 哇 厲害 七色彩雲 上面還有聖誕老人 這個劉德華 和這個Michael Jackson 我先看一看 看著 一個不小心 扭歪了太太 撞到他旁邊 那賠不賠呢 是賠的 第三寶和全寶都賠 賠的 但要確保你沒有喝酒才行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謝謝